根据各方面需求不同,未来会有几个发展方向。 1.美军的无人加油攻击机 不要被美军暂时停止,X47B无人攻击机的后续研发行动所迷惑。 个人认为它的目的在于两种机型的同步发展, 基于美军全球离岸制亨战略,基于各主要国家的反介入制止能力的延伸, 美海军现一件决战机的作战半径使节机平台, 无法在对手火力覆盖范围之外,发挥威慑打击效能。 即使有F35、47B这样的隐身突防攻击力气的优越性能, 但航母边对这个明晃晃的打击目标, 却无法实现那种理想的隐身突防的作战效果。 战斗中将成为对手首先攻击的目标, 因此即使那两只机的战斗力独步天下, 但如果鸡窝被拆,他们也得投海自尽。 所以,美军必须用X47的户中加油形来为那两只机把腿接长, 让航母编队脱离对去火力的覆盖范围, 才有王八辉美军与暗制战略的威力, 该项目能否是实现其初衷责令当别人了, 但毕竟有救量胜于无。 2.舰载长航时远程无人侦察机, 由于是航母空间限制, 其有人预警侦察舰载机的流空时间, 侦察预警范围毕竟近限于1000余公里, 在当今高速远程火力快速发展的条件下, 未来无法被边堆提供足够的时间预警, 因此未来需要发展一款舰载型机翼, 可便利开装的长航时, 搭行无人侦察机系统, 满足航母编队的早期预警需求, 使其有备无法。 3. 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风群编队攻击模式的 舰载无人机, 从当今现有技术发展去深探, 这种模式下的智能无人机系统, 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港航母等十分有效的作战手段。 相关专家一致认为, 这是一种低成本去高效的作战模式, 个人认为自律这种类型的无人机, 由于其体型相对较小, 组装灵活方便, 作战目标多样化, 使其的战机平台, 用不减具限于航母, 也适合渔区部件编队, 两栖攻击编队, 预束保障编队等, 这种AE技术支撑下作战模式的无人机系统, 未来使用空间范围也会越来越大, 发展利用前景将有可能刺激发展出 一种全新的海陆战场的作战模式, 笔记笔者一人至短, 顺略有限, 对于无人机板前, 小型关键物品临时运步等其他领域功能, 是否可以应用不敢确定, 这就有了大家的高明见解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贴近年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